让生活自卑 让心更自由 生命电视和你 一起直诉念佛 放声变动执着 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 中华德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太子生病了 今天不能见您 生病了 太子病了 已经静静调养 为何府内会传出这私竹之声 这 樊楚言信物一先 太子生病事关重大 你若有所欺瞒罪名不小 是太子让我这么说的 太子究竟在干什么 太子在心上歌舞 我要见太子 大臣止步 太子吩咐了 今天一律不见客 您这样进去是为难小人 那你再进去通报太子 就说我李刚今天要是见不到太子 绝不离去 太子 李刚大人不肯离去 他说今天要是见不到您 他绝不离去 我今天谁也不见 他不愿离去 就让他在外面等着吧 太子 您还是见见李大人吧 这件事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 恐怕不好吧 带他去我寝宫 我们这是去哪里 太子寝宫 去太子寝宫做什么 太子生病了 正在寝宫内休息 你刚才不是说太子在心上歌舞吗 这是太子吩咐的 您别为难小人了 陈李刚参见太子殿下 先生不许多礼 先生 今日来此不知有何贵干 殿下三日未读经书 臣今日听说太子殿下身体为何特来探望 先生费心了 我只是小染风寒 并无大碍 殿下身体不适应该静心调养 不该沉迷歌舞音乐之中玩物丧志 先生严重了 我一直在此调养 并没有沉迷歌舞音乐之中 古人说成信为立业之本 人儿无信不知其可也 殿下是不该欺骗微臣 我怎么敢欺骗先生 微臣在府外 亲耳听到府内传出私主之音 给微臣带路的公公也说殿下刚才在欣赏歌舞 这 乐不可及 乐及生爱 欲不可纵 纵欲成在 殿下万万不可贪图享乐 放纵情欲 我只是偶尔放松一下 没有先生说的那么严重吧 一切祸患都是由小事而起 殿下断不可因为事小而放纵自己啊 先生教训的是 只是整天读经书 实在无聊 经书使古生先贤穷毕生之力书写而成 只有反复阅读才能够了解古生先贤的思想 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 这经书怎么可以不读呢 这经书我已经读了很久 该明白的道理我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 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殿下虽然读了很多经书 但需要时常思考 反复阅读 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明白了 从明天开始 我每天读书便是 欣有仪随扎记 旧人问求雀意 在读书的时候 如果殿下遇到不懂的地方 请随时做笔记 以便日后和微臣一起讨论 先生说的是时间不早了 明日还要上朝 先生早点回去休息吧 微臣告退 先生慢走 总算走了 损人自艺 身之不详 弃老而取幼 家之不详 世贤任不孝 世贤任不孝 国之不详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目 孝在中 财物轻 怨何生 言于忍 你 大人 殿下去哪里了 殿下他 他 他 殿下到底去哪里了 殿下他去了城外打猎 这 这 尚不信 则无以始至 殿下如此言而无信 今后如何治理国家 我身为太子的老师 太子变成这样 我难辞其咎 李兄 李兄为何如此气烦 微臣贤弟 一言难尽 你这是要去哪里呢 我要去见皇上 出了什么事 我身为太子詹事 太子的老师 不能够教导太子向善愧对我身处的职位 我要去向陛下辞职 太子到底犯了什么过错 让李兄如此自责 这些天来太子谎称生病 其实是在府内欣赏歌舞 我昨日再三劝说 太子才答应从今天起 在府内读书 所谓过而能改 善莫大言 太子年纪还小 既然诚心悔过 不是很好吗 你又何必因此自责呢 若太子真心悔过 倒真是善莫大言了 难道太子他 他让小太监穿着他的衣服 假装他的样子 在府内读书 而他却去了城外打猎 太子这样做 确实有些过分啊 教不言师之多 我身为太子的老师 没有教导好太子 是我的过错 李兄无需过于自责 近来耳闻太子结交了许多喜好玩乐之人 与李兄无关 心有不得 反求诸己 太子做出这种行为 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也用不着辞职啊 若不辞职 我该怎么做呢 教导太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慢慢来嘛 只要我们有恒心 寻寻善用 一定能劝导太子想善的 民间常说 学好中年不足 学坏一日有余 太子现在已经学得巧言吝啬 巧言吝啬 贤以仁 我们今后该如何教导太子啊 言传不如身教 我们以自身的行为去影响感化太子 相信太子会悔悟的 但愿如此 唐高宗李渊 唐朝开国皇帝 在位起见 秦政爱民 为后来唐太宗贞观之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臣黎刚叩见陛下 爱卿平身 今日照爱卿前来 是向爱卿询问 建成近来学习情况 近来太子亲近一些贪图玩乐的朋友 荒废学业 如此下去对太子百害而无一利啊 真有此事 确有此事 前些日子 建成读书 废寝忘食 鸡劳成鸡 这几天 他的病情刚刚好转 让他放松一下 就随他去吧 陛下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太子一旦沾染恶习 就很难改正了 寡人明白 寡人会管教建成 今日突厥王子来我国通好 寡人想让建成去拜访一下王子 增进彼此间的友谊 可建成毕竟年幼 寡人怕他的言行有所缺失 还望爱情多多提点 臣遵命 殿下 一会儿突厥使臣来了 一定要一礼相待 我们大唐 是礼仪之邦 不可被突厥使臣笑谎 是不是 这些道理我都懂 先生无需多言 突厥王子二十目前见过大唐太子殿下 大胆突厥人 见到本太子为何不贵 按照礼仪 突厥王子不需行跪拜礼 他来到我们大唐 就要遵循我们大唐的礼仪 我是大唐太子 就要对我行跪拜礼 本王出使你们大唐 代表的是我们突厥的军民 你只是大唐的太子 按照礼仪 本王不需对你行跪拜之礼 放肆 本太子要你行礼 你就要行礼 你们大唐自称礼仪之邦 原来也不过如此 本王不屑与你交谈 您给我站住 这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殿下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您对突厥使臣确实施礼在心 施礼 我有什么施礼的 我让他对我行跪拜礼 也是为了显示我们大唐的威仪 可这与礼不合 怎么不合 我是太子 我所说的就是礼法 礼者 敬也 古生先贤制定礼法 是为了让我们后人处事时 时刻怀着一颗恭敬之心 殿下对人如此无礼 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 殿下这样对待别人 别人也会同样对待殿下的 先生太过愚服 我是当朝太子 谁敢对我无礼 谁敢对我无礼 我一定要让那个突厥人向我屈服 人必自武然后人武之 太子如此不知自律 一定会招致侮辱 我们身为太子的老师 不能眼看着太子 招致侮辱而不礼 我们将此时奏鸣皇上 请皇上定夺 建成真的如此无礼 他每次向寡人请安 没见他行为无礼 殿下在皇上面前 寻规蹈矩 可他在外人面前 却诸多势力 殿下是国家的储君 关系着国家的未来 陛下不可轻视 爱卿说得有礼 可是建成自幼学习礼仪 朕不明白 他怎么会变得如此无礼 若陛下不信 可以亲自去太子府中查看 朕这就前去 陛下且慢 又有何事 老师请陛下微服前去太子府中查看 旧意爱卿 太子可在府中 太子不在府中 太子去了哪里 太子去见突厥王子了 站住 陛下是来看太子的 陛下 陛下 沐贤兄 这次来我们大唐 有何收获 大唐物负民风 人民知书十里 是我大开眼界啊 日间得罪了沐贤兄 还望沐贤兄不要见怪 太子太客气了 日间我又有不适之处 我敬沐神兄一杯 向沐神兄赔罪了 嗯 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建成年纪还小 爱卿应该善加教导 不要犯一点错误 就耿耿于怀 陛下 好 就这样吧 朕还有奏章要批乐 爱卿没有其他的事情 就先退下吧 臣告退 太子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听说昨天李大人 向皇上递了字